要做的事搞定了啊 咱们不是还有个案例吗 在这里边呢 咱们要解决这个网站的一个啊 字幕机编码问题 稍微稍微辛苦一点啊 咱们延长一点时间 因为东西也不多了 在18-v3啊 咱们呢 选中的是2.5啊 finish的 我们要做个什么事呢 就说咱们在这里边呀 要有这么一个html页面啊 这里边咱们写个index.html 这里边有什么呢 有咱们的表单啊 我们要向服务端 传递一点数据啊 传递什么数据呢 咱们要传递一个用户名啊 这么一个东西啊 name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yourname吧 换个行 同时呢 这里边input type等于submit 咱们要提交数据的啊 submit 然后呢 直接就它了啊 这个呢 这个form里边咱们action 要往哪提交数据呢 要往z18-v3下边呢 咱们等会有个submit demo 有这么一个路径啊 用什么呢 这个呢 咱们用post的方式 而下边这个呢 咱们用一个啊 get的方式啊 都是网站提交啊 这里边是get方式提交的中文啊 然后上边咱们是post方式提交中文 我们希望经过我的处理之后啊 咱们这里边有个submit的demo啊 有这么一个东西 咱们在这里边 你看这啊 我在src下边这 你有一个直接你有个submit的吧 包括的话呢 咱们是在cn.itcast.test00啊 submit的名字的话呢 这就是咱们src的名字啊 咱们就直接finish的了啊 在这里边 我希望经过我的处理之后啊 这是构刀函数 这是do get的 下面是咱们的do post的 这里边东西都清空了啊 清空了它 干干净净的 在这里边咱们获取这个表单参数 咱们都知道是request.get parameter吧 咱们刚才有个username吗 这里边呢 咱们获取到它 我希望直接在里边输出um的时候 不管是get还是post的 咱们哎 中文问题呢 都没有 都是正常的都能够拿到 这是我要做的事情 明白吗 嗯 解决网站的乱码问题吗 哎 这里边啊 这是一个案例啊 啊 动态代理 解决全战乱码问题啊 你明白这个 咱动态代理一个核心思想明白了之后呢 咱就很好搞定了啊 这里边咱们个步骤是这样的啊 步骤是这样的啊 第一步呢 咱们是先去新建一个 dynamic 啊 web project 项目 然后在它下边呢 咱们去新建了一个index.htm 在这里边做了什么事呢 哎 咱们就是哎 写了个表单 表单里边呢 放了一些最基础的一些内容啊 我们在这呢 还是找到咱们那个 node node node啊 toss 下边找到这个软件啊 要不然直接往里边粘东西的话呢 它有个格式问题 哎 node快乐加价啊 这个啊 这样这里边东西还都在啊 把它去 ok啊 这是咱们文件里边放的一些东西 然后呢 后来呢 咱们又干了个什么事呢 我们又新建了一个 把这个格式去一下 这么一步 第二步呢 咱们又新建了个serlet serv 新建了这么一个文件啊 在下边呢 咱们希望在什么呢 无论是在咱们那个post 还是咱们get的方法中 执行以下语句啊 都不存在咱们的中文乱码问题 以前的话呢 咱们那个处理中文乱码的方式 咱们这里边是 关于这种post的方式啊 咱们做的事 post的方式怎么来处理啊 post方式 快点 再开着给你扣定吧 有点干嘛 get的方式的话 咱们是得拿到之后是要 转码吧 这个是比较复杂的嘛 比较繁琐的 因为咱们在一个系统中的话呢 我们平凡的是需要向服务端提交数据 那你需要在各个serlet里边呢 要么是设置那么一句话 要么是转码 这太麻烦了 咱们怎么做呢 咱们得在过滤器中 因为我们知道啊 咱们学了过滤器了 现在是客户端 现在这边是服务端 从客户端向服务端提交数据的时候 咱们可以设置一个过滤器 在到达serlet之前 是不是可以设置这么一个过滤器啊 所有的咱们可以配置一个杠星 所有的路径都能去过滤一下 在过滤器里边呀 这里边有request response嘛 咱们就将request 上面的那个get parameter 那个API 给它增强一下 是这个意思吧 增强一下 这不也是在二次开发嘛 相当于 我希望呢 将request增强一下 但是咱还不能 假如咱们还获取不到原码 还不能继承 是不是 这是一样的 一样样的事情 那么在过滤器中呢 我们呢 为什么呢 为这个request上的 get P-A-R-A-M-E-T 这个API 这个功能 进行一个增强 那怎么增强呢 它的一个思路 肯定是这样的呀 咱们来判断一下 因为在这里边咱们是 在过滤器里边 是可以获取到request的 request response 是不是都可以获取到呀 在过滤器里边 咱们判断 当前的请求是 get还是post 因为request的下边有个API 它叫做什么呢 request.get method 有没有 不知道 是吧 不知道呢 我现在告诉你 它就是判断本次数据的提交方式 你是通过get走的呢 还是通过post走的呢 明白吧 判断它的一个请求方式 是get还是post 那如果是post 那么咱们在里边呢 我们去设置一句话 什么话呢 就是咱们的request.set caricature 这里边咱们写上什么呢 utf-8 之后的话干什么事呢 放行 我已经有了这句话了 就不用管了 那如果是toget的话呢 那这里边咱们要干什么事呢 我们就增强它那个方法了 咱们要获取到 就是调用原先的这个request.get p-a-r-i-m-e-t 这个API肯定是有个name 通过它获取到一个值吧 获取到这么一个值 然后呢 咱们将 v进行转码 转码 之后呢 放行 那相当于这个转码这件事情 咱们在过滤器里边呢 request里边给它增强了 那后期获取到这个API的话呢 是咱们增强后的API 已经不是咱们原先那个API 知道我的意思吧 咱们这么做的啊 那么我们在这里边呢 就去实现啊 我们就直接在这个上面呢 咱们点右键去新建一个field 咱们写个encodingfield 然后点next 这个路径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配置吧 就在这边双击一下 也可以在web.xman里边 都可以啊 咱们双击一下 咱们配置的不是 所有请求都要滤一下吗 啊 杠星 过滤一下啊 分离式的 这样的话呢 你看这就创建了 这么一个过滤器啊 什么这些注视性的东西啊 我就不要它了啊 这就都不要它了 什么构造函数啊 什么第四招啊 包括咱们什么init啊 这些东西我都不关注 我只关注什么呢 只关注最核心的那个do field的话啊 这是我们要关注的 这是我们要关注的 这是相当于放行吧 啊 那么在这个里边啊 咱们要增强request 上面的那个get parameter 那个apm 我们要动态代理来做 啊 那么在这里边呢 啊 我们proxy 啊 proxy why 点 new proxy instance 第一个啊 咱们先 我先不管后边吧 咱们最终执行完之后的话呢 咱们是要返回来一个 返回来个request吧 啊 返回来个request啊 这种类型的话呢 咱们这里边应该是 咱们那个request的 severlet里边request的 好像不是这种类型啊 htp severlet request 是这种类型吧 哎 咱们要把它转成这种类型啊 myreq 啊 转成它 咱们把它引进来 啊 我先不管后边怎么写 啊 最终呢 咱们是返回来它了 然后呢 放行 放行什么呢 将咱们的myreq myreq 放过去 最终是要做这件事情了 所以说 哎 就是gdk 替咱们创建个代理对象 在内存里边又生成一个 什么什么点class 那么一个文件 当然这个名字是他替咱们提的 那个文件跟什么呢 跟咱们原先的那个啊 那个request 可能有个真实的实现类 有class文件 啊 跟它呢 啊 大部分的都一样 但是可能有局部的地方 就什么呢 就是咱们说那个 getparameter 那个方法里边 那个字节码方法里边 可能不一样 所以说 啊 生成这么一个文件 然后生成代理对象 然后把它放行过去 那么为了做测试呢 咱们在里边呢 还要输出什么呢 myreq.hashcode呀 再再输出一下 它这个代理对象的那个啊 引用码 包括咱们在这个地方呢 咱们也输出一下什么呢 输出一下这个 requestreq.gethashcode 直接就是hashcode 加上它 放行过来对象的这个hashcode嘛 跟咱们前边那个hashcode嘛 跟过去里边那个hashcode嘛 按道理说应该是一个吧 所以说 增强了这个对象 把它放过去了嘛 这儿那个hashcode 跟那儿应该是一个啊 接下来咱们再去做这个事情 后边这个事情啊 而且咱们最好呀 最好一上来把这个类型呢 稍微处理一下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担心啊 它有一些方法什么 有问题啊 我这里边写个req吧 req啊 req 这个口号加错了是吧 咱们应该加在这啊 首先把request这个类型转换一下 可以吧 这是没问题的啊 因为这个类型不是咱们的htp servalad request的 而咱们增强的是 这个类型上面的 htpservalad request上面的API 这里边将什么呢 request啊 req 这个对象呢 咱们转换为啊 http servalad request 这种类型 这是做了这件事 而这个呢 咱们是让什么呢 让GDK在内存中去生成一个代理对象 啊 这个代理对象干了什么事呢 增强了req对象上的 get p-a-r-e-m-e-t-r get payment 这么一个方法 这个功能增强了它了 最终的话 打印着它的嘛 放行 现在没问题吧 可以吗 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啊 这个是咱们打印什么呢 打印这个代理对象的一个哈希玛 哈希哈希 哈希玛啊 这个是放行啊 放行的时候是将什么呢 将咱们代理对象放行了 那这里边咱们就按咱们刚才那种玩法啊 这个参数咱们是所在 其实就是应用了加载器的一个加载器吧 他点class点getclassloader 啊 这是固定的啊 这是固定的 第二个参数咱们得告诉什么呢 告诉dtk 这个对象它上面实现了哪些接口呢 试试吧 这个对象所在的那个啊 它肯定有一个getclass 可能它是某个字节目创建出来了 再点getinterfaces 试试吧 第三个参数呢 咱们是个匿名内部类啊 啊 咱们第三个参数最终是 哎 我们去增强这个方法去呢 看那个方法怎么来处理啊 那么走到这儿的话呢 咱们肯定是的 去判断一下 如果 如果method.getname.equals 啊 get 是不是这个是咱们要增强那个方法的名称啊 哎 否则就是其他方法 其他方法的话呢 那咱们调用它就OK了吧 不对啊 调用谁呢 不就是调用咱们那个req上面那个方法吗 req不就是调用它上面的这个方法吗 是这个啊 但是这儿呢 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要求啊 要求什么呢 要求咱们把那个req这个呀 咱们把它整成final类型的啊 final类型 最终类型的啊 啊 因为在 这个语法一个约定 在匿名内部类里边 咱们要调用这个必须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常量值 你不能再发生动态的变化了 啊 这没事啊 就是给它处理一番就OK了啊 那么如果是跑到这里边来的话 是不是咱们要增强这个getparamide的这个方法呀 试试是吧 哎 那么首先咱们是要干什么呢 获取 本次请求的一个方式 Post还是get 那不就是req点 咱们刚才说有这么一个API吗 对吧 有这么一个API啊 是这个MD 那如果啊 咱们那个 get.equalsignore case 如果它是MD里边放的是get的话 是不是是get的方法呀 否则的话那肯定是post的 不是get就是post 也不可能出现其他情况吗 试试试试 这个是 get方式的请求 说明本次是get方式的请求 而走到咱们下边这个区域的话呢 这是咱们post方式请求 那post方式的请求的话 咱们刚才不是说 加一句话呗 req点 setcharic encoding 加个utl-8 试试试试试 不用管了 不用管了 那最终 因为你看程序 走到这儿进来 走到else这儿 那么 肯定会return个东西 那么咱们还得有个东西来接收 接收东西吧 每个方法完 执行完了 是不是可能会反复来一些东西呀 咱们最好还是接收一下呗 这里边 如果是 如果是他的话 那么这个方法咱们还是要执行一下 还是要执行一下 master evoke 执行 req args 他会反过来个obg 最终呢 咱们这个地方也得来个obg 最终咱们这个obg obg就代表 所有的方法可能会反过来的东西嘛 是对错 不是getparamid的方法 你员工不动执行就行了 反过来东西放obg里边反过来就ok了 如果是getparamid的方法的话 如果是 pulls的方式 那么执行完这个方法是不是有obg啊 之前是不是已经加了这句话了 是对的吧 然后反过来就ok了 那如果是get的话呢 这个时候咱们啊 我们可以调什么呢 调那个 req 或者是咱们直接一点 master的 就是代表正在执行的那个req 快点 getparamid的那个方法 啊 而且我们也知道 它肯定反过来的是一个sitrain 类型的一个数据 啊 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呢 调用req 啊 对象上的 getparamid啊 这个方法叫执行它的 反过来个v啊 然后咱们接下来要去进行一个转码 转码的话呢 sitrain 咱们来个vv等于6一个sitrain 啊 v点getparamid 咱们是得以这个 i s o 是不是i s o 8859-1吧 这种形式拿到转成utl-8 转成这个编码 啊 然后这个时候咱们returnvv就行了 程序碰到它就不往后走了 不往后走了 不往后走就相当于相当于就就不来这了呗 相当于把转码后的东西反过来了吗 因为这个方法咱们已经执行了吗 是这个已经执行了啊 那这样啊 咱们先先运行一下呢 然后咱们再详细的分析一下啊 看看咱们这个最终要办的事能不能办了啊 我们点右键啊 在里边呢有个add and remove 找到带18-v3 我们启动服务器之后呢 就请求咱们这个localhost 啊 带18 18-v3下边的这个页面啊 ok 那在这儿的话呢 咱们写个章三啊 然后呢 咱们在里边点提交查询 我们看控制面板里边 张三 没有问题吧 所以说 在这边影用值 影用值 两个影用值是不是一样的啊 一样一样的啊 那如果呢 我在这里边 在下边这个地方呢 咱们写个理事 啊 然后点提交查询的时候 咱们看 这打印的 里斯 两个影用值 一样吧 是这个 首先是解决了咱们这个问题了啊 解决了咱们这个问题了 那么接下来咱们再重新来捋一下 捋一下啊 再坚持一块块 行吗 很快啊 很快 就是咱们从客户端啊 就从这啊 就点了这一下子 向服务端发请求 传过去数据了啊 我们不管是 这是两种方式 不管是get还是post 咱们肯定得走过滤器 因为咱们在这呢 这里边 你看外部的x码里边 这是咱们自动生成的一个过滤器 咱们这个是杠心啊 所有的请求都要滤一下 那么来了过滤器 这个地方之后的话呢 咱们在这里边 哎 做些什么事呢 首先将锐快的一些转转 转成req 因为咱们增强的是 这种类型上边的那个getparameter api 那个api 像我看这里边这个request 上面有的getparameter吗 有啊 但是咱们类型不一致 咱们还是做一个转换 转成它 之后的话呢 从这一直到咱们这个区域 咱们是呢 是让gdk在内存里边 创建了一个代理对象 创建了个代理对象 我们将什么呢 将就是 就是原先这个东西 他啊 把他上面那个getparameter 那个api进行了个增强 把那个功能增强了一下 增强了之后的话呢 就是说如果啊 本次请求过来是post的话 那其实这句话 是不是咱们已经设置好了吧 所以说 那这还是执行当前这个方法嘛 也就传过去了 就传过去 在那边最终就生成代理对象啊 咱们就把这个代理对象就传过去了 那如果是什么呢 如果是咱们那个get方法的话 那跑这里边 如果是get方法的话啊 这个地方 啊 那这个时候呢 咱们 其实这个还是在执行咱们那个 request getparameter那个方法 这还是原先老的那个api 原先的那个 执行完之后呢 反过来一个值 咱们把这个值呀 进行转码 转码 我们说函数一碰到rayton 是不是就不往后走了呀 那其实 其实在这个rayton 这个vv就放到哪 其实就相当于rayton obg那个道理一样了 提前反回去了 反回去了啊 那最终咱们在这 是做了测试的啊 咱们那个代理对象啊 咱们最终生成了一个代理对象 这个代理对象 咱们这个哈希码呢 咱们在这打印一下 我看它是个什么值 然后呢 把它放过去了 将代理对象放 放到后边去了 放到哪了呢 那咱们请求的是哪呢 是请求就是这个sorelight的 那么在这里边 咱们直接输出里边的内容的话呢 这里边中文没有问题 而且咱们观察到 放行过来的对象 跟咱们这用的那个对象 它呢哈希码是同一个 说明是同一个对象吗 是类似的 是同一个对象 这么玩的话呢 以后只要是有中文的问题 咱就不需要在这里边 平凡的去写request 再加点 带着cap encoding 平凡的去转码 太浪费了吗 一个系统里边的 sorelight是很多的呀 是的 咱们就来个过滤器就OK了 在过滤器里边呢 咱们增强了一下 request 这个对象上面的一个 get parameter 这么一个API 这是装饰者模式的应用场景 那么在后边呢 咱们马上要做案例了 做案例的时候呢 咱们会再来一个过滤器 跟这一样 我们会将request上面的这个三个API 哪三个呢 就是request get parameter 还有get parameter values 还有get parameter map 是不是接收数据就这三种吧 把它们全部重写 那么以后我们要接收数据 仅仅是在直接拿过来 接收就行了 不用考虑这种问题了 解决了咱们项目开发中的一个乱码问题 明白 OK啊 那这个就是咱们今天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内容 还能接受吗 就是有点困是吗 困的话 以后慢慢的适应啊 因为每个老师的上课风格可能不一样 我 不是我的原因 我也有原因啊 我尽量去整点段的什么的啊 然后让大家开心一点啊 但是我讲课有一个特点 就是什么 就是只要是前面你不懂的呢 我尽量去给这个东西讲明白啊 或者说大家感觉理解上哪有吃力的 咱们多讲一些东西啊 然后有问题的话呢 都可以随时问 可以吗 可以 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啊 OK